我们都是一家人公益演唱会在文化局演艺厅登场 南斗乡亲反应热烈现场几乎满座 蔡衍明爱新基金会副董事长王仁泉 县府秘书长洪瑞志亲自到场 希望借此找回七零年代的真善美 让台湾的未来更加和乐 秉持着对台湾社会的情 对台湾相亲的爱 以歌声持续传播到台湾每个角落 南斗市第55场演唱会 副董事长王仁泉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不分老幼族群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在真善美的气氛下 让台湾明天更有希望更加光明 这次带领歌唱团队到全省各个地方来表演 最主要的目的是将我们热情的歌声 透过热情歌声的发扬我们社会的情 跟相亲的爱 让每个大落每个座落 所有的同胞里面 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不分省级 不分猪群 大家都能央融合在一起 过大家 过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大团体生活 使我们生活将来更美好 希望台湾明天更有希望 前途更光明 这是我们的目的 秘书长洪瑞智特别感谢忠实集团 举办本次演唱会 他希望能够借此 让大家找回70年代的纯真 善良与美好 让大家都是一家人 社会充满祥和 将幸福带回家 我们透过今天的演唱会 我们的主题是 我们是一家人 那就是希望说大家不分彼此 好像一家人一样 和乐共主 把这个政治的纷争 还有这个族群的对立 把它消弭掉 让我们这个社会呢 充满了祥和的气息 那只要大家都是一家人的话 就是共同为这一家人 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来付出 这个大家不分彼此 这样子我们的社会 应该就可以回到 真善美那个时代 本支的演唱会 邀请到新一代主持 西秀梅东升 好几之星 超级红人榜等格星 以及末路舞蹈团等 共同演出 首先登场的林雨菲 是南投人 她的阿姨 以及亲友 特地从竹山来献花 让林雨菲相当感动 演唱会 邀请了县内多个弱势团体 一起来参加 现场活动 充满热闹 一起来参加